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天之内就得死啊 于公惊诧了好久 算命地不慌不忙地说 我略有小数 你出十两银子作为报酬 我一定替你消除灾难 于公心想 生死之命已定 小小的法术岂能消解 就没有应允 起身要走 算命地说 舍不得这么一点点小钱 可不要后悔 不要后悔 爱护于公的人都为他担心害怕 劝他进囊中所有求算命的解救 于公不听 一转眼 到了第三天 于公端坐在旅店里 静静地观察动静 整整一天 平安无事 到了晚上 于公关上房门 点上邮灯 身靠宝剑 直挺挺坐着 夜一身了 仍然没有死的征兆 心想上床睡觉 忽然听见 窗缝间 有嘻嘻嘟嘟的声响 忙看去 只见有个小人 扛着一杆长毛进来 一落地 就变得和平常人一样高了 于公拔剑而起 急忙次去 那人却飘乎乎的没刺中 就一下子变小 又寻觅窗缝 想逃出去 于公迅速挥剑砍去 小人应手倒下 于公拿油灯照看 是一个指人 已被拦腰斩断 于公不敢再睡 依然坐着等候 过了一段时间 有一样东西 穿窗进来 像恶鬼般 猙獰可怕 刚一落地 于公立即抽剑击去 把他斩为两劫 还都在地上如动 于公怕他再起 又连刺击剑 剑剑击中 可是声音不像砍在柔软的肉体上 仔细一看 原来是个泥人 已碎成一片片的了 于是 于公把座位移到窗下 两眼紧紧盯着窗缝 过了好久 又听见窗外 有像老牛喘息的声音 有什么东西 在推窗框 墙壁都被震得摇摇晃晃 看样子有倒塌的危险 于公怕被压在里面 合计着 还不如到外面去 和他决斗 于是 哗啦一下 拨开门栓 冲出屋子 只见一个巨鬼 个头有屋檐那么高 在昏黄的月色中 看他的脸 黑如煤炭 眼睛闪烁着黄光 上身没有衣服 脚下没有鞋子 手提弓 腰叉剑 于公正在惊骇之时 巨鬼已经弯弓朝他射来 于公急忙用剑一波 剑硬生落地 他刚想上前刺鬼 巨鬼已弯弓射来 他忙一跃避过 剑直射入墙壁 争争有声 巨鬼大怒 拔出佩刀 挥舞如风 往于公头上使劲劈来 于公像猴子似的往前一蹿 巨鬼一刀劈空 看在院子里的结石上 结石立刻断为两截 于公从巨鬼两腿之间穿过 挥剑击中巨鬼的脚腕 发出坑的一声 巨鬼更加暴怒 咆哮如雷 转身又砍 于公又扶下身子 从巨鬼的两腿之间钻过 刀落下来只砍断了于公的袍裙 这时 于公一跃到巨鬼夜下 举剑猛力砍去 也是 吭的一声 那巨鬼 一个倒栽葱 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于公 挥剑乱砍 声音硬邦邦地 好像打精似的 于公用灯一照 原来是一具木偶 像真人那么高大 弓箭还挂在腰间 脸上刻画的猙獰凶恶 身上被箭击中的地方 都有血流出来 于公就持灯 只等到天亮 这时他才明白 夜里的鬼物 全都是那个算命的派来 想知自己与死地 介意显示他的灵验 第二天 于公把夜间的事 变告所有的朋友 同他们一起去算命的那 那算命的远远 看见于公来了 一转眼 人就不见了 朋友中有人对于公说 这是隐身术 用狗血可以破它 于公照他所说 暗中准备好狗血再去 算命的又故技重施 于公急忙把狗血 向他站的地方泼过去 只见算命的 只见算命的原形毕露 满头满脸狗血模糊 只有两只眼睛闪闪发亮 像个鬼似的站在那儿 余公就把他扭送到官府 将他处死了 一时事实说 我曾说过 花钱算命是傻子 世上讲坛这一套 而真能把生死算得一点不差的 究竟有几个 算了不准 等于不算 而且就算明明白白告诉我 死期就要来临 又能怎样呢 何况 又借别人的性命 来炫耀自己铁口神奇的人 岂不是更令人可怕吗